今天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 以及交通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 一同审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组织法的修正草案 直播会议才刚开始 不少蓝白立委就认为 列席被询的NCC主委陈耀祥 态度不佳 恶意确减法令更回避问题 再也立委也为此多次和陈耀祥爆发口角 最后更是忍无可忍 蓝白联手提出临时提案进行表决 要求将陈耀祥移送监察院 带你来看一下当时状况 那临时提案赞成者多数通过 主席 主席 我会议询问一下 等一下也请一致人员说明一下 依照立法院的职权行司法第四十八条 要移送监察院是委员会决议就可以 还是要经过院会的决议 来请说明 主席询问 会议询问 可以询问吗 因为刚刚我询问的主席 主席也认为说移送监察院 这个有点奇怪 对不对 你刚刚也说了嘛 这个移送监察院 那是不是请主席也说明一下 这个程序上我们不太理解 我们今天是就提案的部分去做表决 那提案如果过的话 那为什么要我就提案的部分去说明呢 我没有办法理解 好可以看到呢 蓝白立委是挟着人数优势 以赞成十三人反对十二人通过这项提案 直播民进党这头 却马上挑出来质疑 因为根据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法 要将官员移送监察院 得先经过院会决议才具有效力 但面对录音质疑 国民党籍的赵伟吴宗宪 是不愿多做解释 最后还是直接继续议程 进行寻达 而这也成为今天委员会当中 的一大插曲